谢谢大家对妈妈这种关爱很善良 人的善良就一定会有收获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心田的幸福心愿 依然是你们配合的那种方式 好吗 好的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们的幸福心愿 好的 我们的幸福心愿是 拍一部 以我的长辈为主题的 幸福短片 好 谢谢 来 请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因为我退休之后 就来到了北京的中国 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 我们的委员会 每年要在九九重阳节之前 举办一个 我的长辈的微视频 微电影作品大赛 心田呢 他就想跟我一起来 践行尊老 敬老 爱老的这种 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个传统美德 是弘扬笑文化 其实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我们特别怕出现短板 而这江心田呢 他在一个听力上的障碍呢 其实人生就出现了 一个大的短板 这短板当然很遗憾 你作为他的母亲呢 我觉得就用其他方面的优势 给补齐了 就这一点呢 让我们觉得特别欣慰 实际上这样的话呢 他的人生会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 作为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我们愿意帮助你呢 实现你的梦想 谢谢您 谢谢你的善良 谢谢 来 我之前呢 也看过心田的演出 当时我们地方啊 残联邀请过 残疾人艺术团 到我们地方去表演 但是吧 那时候还真不认识他 今天呢 也非常荣幸吧 在这节目上 能够结识心田 我们长村康达医院呢 也非常愿意 助理你的梦想 希望你以后生活的 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作为一名师通天使 可以说心田成长 和出落的 特别的优秀 所以在这里啊 我真的想 给优秀的心田 给了不起的心田妈妈 点一个大大的赞 我们2020教育 也会全心地 助力心田 和美丽的心田妈妈 我们支持你们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心田和母亲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您告诉我们 任何的生活劫难 唯有效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谢谢您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祝愿你们的幸福心愿 能够早日地实现 也希望您 在退休以后的生活 越来越快乐 谢谢您 而心田能有更大的工作成就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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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